突然之间觉得 你好像我爸呀 我可不喜欢乱伦 讲气难吃了他一声 又将小脸蛋埋在他那宽阔的后背上 束手像猫爪一样挠着他 我有没有夸过你很帅 抽烟的时候也很帅 傅锦红低笑了两声 转过身来将他圈进怀里 这句夸我的话已经听腻了 下次换个新鲜点的 那你说说 我夸你什么 你提完心里会开心一点 喜欢你夸我活好 你干嘛满脑子都是这些不正经的想法 有吗 你们女人不都喜欢这样带点坏的男人吗 讲气难撑了他一眼 反正也说不过他 索性直接收拾起屋子来 上一次走的时候有些匆忙 家里有点太乱了 家里的东西不多也很好收拾 两个人没多大一会儿就把家里弄得干净又明亮 一切弄好之后 抢前男身上也出了一层臭汗 他喘了口气之后就进到浴室洗澡去了 傅锦红一直到他进了浴室之后 才甩下了手里的旧杂志 他又在沙发那坐了一会儿之后 这才不急不虚地站起身来 裤袋里的手机这时响了起来 有事就说 金红 你是不是带着楠楠 去了洛县 跟你有关系吗 明天是昨灵的忌日 金红 妈妈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放过楠楠 不要再伤害她了 所有的罪 都让妈妈来背 行不行 进行 进行